在上海的朋友 就是上海的房子和户口到底有什么用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难道说我打算在上海长期发展 我就一定要在这边落户吗 甚至买房吗 前几天我在平台上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就是上海的房价 就很多朋友说在上海许家会这一块 基本上房价已经到了15万家了 如果学区房有可能是18万家 甚至更长 然后我就在想 我们算一下 如果买一套80平米或者100平米的房子 这样的话要1000多万 1000多万 如果我们年薪20万或者是50万 甚至100万 我们到底要花多少年去还心这些房贷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房子 没有户口 难道我们在上海就没办法生存下去吗 还是说会有很多便利 因为我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在上海10年了 目前为止 我现在没有感受到 因为没有房子 或者没有户口 带来的不便利之处 那目前我和我媳妇是租住的房子 在许家会这边8000块钱一个月 还相对能承担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既然愿意付80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 那你还不如买套房 去还房贷 其实我们之间有想过 如果我们要买一套房 以我们现在经济实力 我们没办法买的市中心的 那有可能我们就买在中环以外 甚至外环以外 那从那边到这边来上班 我们可能就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要一个多小时 这来回路上的奔波 其实是蛮焦虑的 也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之前是做了个决定 说就在公司附近 所以其实我们两人现在上班 基本上也就十多分左右 然后整地上来说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自由和舒适的 就便利都很高嘛 但是为什么我最近会关注起 房子或者户口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和我媳妇 已经开始打算要孩子了 就是因为要孩子 所以我发现房子和户口 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你房子买的好的地方 好的学区 将来你孩子就能去好的学校 你孩子就能享受更好的师资和教育 甚至是医疗等资源 那你将来孩子在未来竞争方面 其实是由于先发的优势嘛 那如果不买黄或者不落户 那可能我们孩子就选择不了好的学区 或者是说入学会相对会比较困难 包括高考也会比较困难 那之前我和我媳妇探导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说在上海周边低价买房 然后在那边落户 然后将来孩子就在那边上学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回老家 让孩子在老家那边上学 那老家那边说实话 教育资源肯定是比上海或者上海周边差的 所以其实我们有考虑过要么在上海买房 或者要么在上海周边买房 但是我觉得买在上海郊区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所以如果我们市中心房子买不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买在上海周边 比如说花侨啊 嘉欣啊 或者泰仓等等 那目前反正花侨我知道来上海也比较便利 发展的也比较繁华嘛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其实我现在还在纠结 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哈 因为纠结和做决定 没想到今年上半年房价就飙升得非常厉害 我们就已经离我们想要买的房子越来越远了 就基本上够不上了 所以我在想啊 上海的户口和房子到底对我个人和我媳妇帮助有多大 如果纯粹为了孩子的教育 我们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几千万买房呢 因为我们不是富人吧 如果我是非常有钱 我觉得这不是我考虑范围 肯定买 肯定是有很大的生殖空间的这个房子 但是可惜的是 我是普通闹百姓平民嘛 没多少钱 我只能说做一些很纠结的决定 这也是给大家探讨的 就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买房子和落户的 你们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到底真正买房子和落户对于我们有多大的帮助 然后孩子如果在市中心读书 或者在上海的郊区读书 或者是在上海周边读书 就这几个方案的教育差距会有很大吗 我说实话 我有很大的一个心象 想说还是租住在上海 然后在花桥啊 去买个房子 然后周末或者平时不忙的时候回花桥 将来孩子就在花桥那边或者昆山那边读书了 昆山我觉得也算是全国比较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市码 我觉得它的教育资源应该也不会差 所以大家觉得我这样的决定好不好 如果按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不用一次性拿出那么的钱来去付首付 那这样我们就相对会比较轻松一些 我可能拿出一两百万是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我拿出三四百万 后面还可能要路多许许每个月还一两万的贷 压力真的很大很大 所以我很纠结 我到底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指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是雨晟 这就是我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麻烦吧 希望通过这视频跟大家交流 然后希望也大家也给我一些新的思路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